以马内地神童在,Remnant们大家好! 礼拜前我们先来看看上周Remnant们礼拜的模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哥俩现在在做什么呢 正在听话语呢 哥哥和弟弟正集中的聆听神的话语呢 哇,快来看看吧 昨天谈你在圣经故事大会上的表现也非常非常棒 平时做礼拜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哦 咦,这是什么呀 原来到了奉献的时间,奉献 一边唱着赞美,一边向神献上奉献 这个又是什么呢 上周我们顶风时间一起做了祷告灯了,对吧 做得真棒 这里面肯定有妈妈的功劳吧 和妈妈一起完成了这么帅气的作品哦 给你点个赞 最好呢 拿铅笔的姿势就很正确,字也写得很工整 都是爸爸教导有方啊 看见哥哥在做祷告手册 旁边的弟弟也忍不住拿起笔跟着哥哥坐了起来 和和睦睦的小哥俩真叫人开心 现在塔因你在祷告呢 愿你成为每天挑战属灵顶峰的潇洒人们哦 真的真的好棒 再来宣布一遍 再来宣布一遍 本周的塔人们就是 初塔因Brandon 恭喜恭喜 为了让塔因尼、塔尼还有爸爸妈妈美美的享用 今天我们送出的礼物就是 美味的爱心蛋糕 不仅是这一周哦 愿望塔因你一直攀动属灵的顶峰哦 牧师会一直看着你哦 还有一些没被选拔为塔人们的小朋友吧 今天就是机会哦 今天我们也会同样选拔礼拜态度最端正的人们为TOP Remnant哦 爸爸妈妈们 也请你们将今天人们做礼拜的模样 拍成照片或者视频发给我们哦 一周中完成祷告手册的模样 也请一并发给我们哦 Remnant们 今天我们献的礼拜 是献给谁的礼拜呢 现在是向我们的父神献礼拜的时间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时间 通过今天的礼拜 通过今天的礼拜 愿望我们大家 鼠灵上都得到新的力量吧 现在Remnant们 都请全体洗力 我们现在都站立在父神面前 一起用 在我心里深深的 这首赞美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吧 我是圆可呀 在我的心里深深的 种下来应许的种子 在我的宝贝地 在我的宝贝地 在我的心里 哗哗哗 浇灌下华语的感权 应许的装子转眼间 长成了大树世界福音画 每天每天如果祷告 如通过石挂满树枝 世界福音画这一项钟 靠着华语借助梦想国子 在我的心里深深的 种下来应许的装子 我心里正应许装子 让全世界全部活起来 现在神的话语深深地种在我心里哦 在我的心里深深的 种下来应许的装子 嫉妒的福音在我心 深深地种植我的宝贝地 在我的心里哗哗哗 交换下华语的感觉 应许的种子转眼间 长成了大树世界福音画 每天每天每天如果祷告 如通过石挂满树枝 世界福音画这一项钟 靠着华语借助梦想国子 在我的心里深深的 种下来应许的装子 我心里正应许装子 让全世界全部活起来 全世界不知道这个福音 都生病了 我们要见证这福音 耶稣基督 一切问题的解决者 耶稣基督 解决一些问题的处 耶稣基督 我们起来传扬他 大白色的王 我王之王 大开见神之路 万处之处 信尽一切罪 无高养 耶稣 感谢耶稣 传扬耶稣 坚强耶稣 坚强耶稣 十基督 我们起来传扬他 粉碎 粉碎了撒旦权柄的真君王 解决了地狱问题的真先知 除了一切 除了一切灾丝 除了一切灾业的真祭司 耶稣 他就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我们起来传扬他 解决一些问题的处 耶稣是基督 我们起来传扬他 大白色的王 我王之王 大开见神之路 万处之处 解决一切最无高养 耶稣 感谢耶稣 本耶稣 坚强耶稣 耶稣 是基督 解决一切问题的处 耶稣是基督 我们起来传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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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将为我思维我赴会的主 听到着我留在影韵着我 他是我所爱的我主耶稣 我们赞美的时候 魔鬼撒旦必退去 我们祷告的时候 独自家来大能力 我去传扬我们的主的时候 传将为我思维我赴会的主 听到着我留在影韵着我 他是我所爱的我主耶稣 我们赞美的时候 魔鬼撒旦必退去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祝福下来大能力 现在我们一起同声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使徒信经吧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 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下面有请新鲁宾人们 为今天的礼拜带导 父神阿 谢谢您 虽然因为新冠疫情 不能去教会 但是让我们能够坐礼拜 感谢您 我们坐礼拜到这个时候 请主差遣天君天使 请主的圣灵 教您在这里 七个人们提前拥有的 树林顶峰的力量 求主现在也赐给我们吧 成长话语的亲戚则牧师 求您让他被圣灵充满 教会的所有老师们 求主也赐给他们圣灵充满 父神阿 我们好爱您 奉耶稣经民 打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今天话语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 请跟我读 大卫提前拥有的 再来读一遍吧 大卫提前拥有的 于是 不相信神 拜偶像的加德人 这些加德人中 有个个子非常非常高 力气非常非常大的巨人 他就叫哥里亚 Remnant们 今后你们面对的世界 有可能看起来很大 很可怕 但是 神的儿女 绝对不要被眼睛 看得见的部分欺骗哦 你们中间欣赏的人出来 和我比试比试 和我比试比试吧 我若输了 我们非礼士人就做你们的仆人 我若胜了 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 服侍我们 哼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吗 你去缩头勿鬼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们 大卫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指耶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 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 银河华必教你 交在我手里 啊 什么 你说什么 大卫迎着哥里亚 飞快地向前跑去 一边跑 一边用手从袋子中 掏出一块石头 大卫向着哥里亚 扔出了一块石头 大卫扔出去的石子 打中了巨人 哥里亚的额头 哥里亚就倒下死了 小小的人们 大卫 拯救了陷在大卫基里的以色列 大卫是怎样蒙受了这样的英语呢 我们通过今天的礼拜 也要指定住神英识的话语哦 大卫之所以能够蒙到这样的英语 是因为大卫有提前拥有的 他已经提前拥有了什么呢 大卫从小就是享受了树林顶峰的人们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他总是读着神的话语 并思考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 这就叫做默想 时时刻刻的在想着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 你们也和大卫一样 每天在做祷告手册 默想神的话语对吧 明天也继续挑战哦 大卫时常赞美了永生的椰花神 享受了神与我同在 大卫的心灵 想法 灵魂 一直一直升到了高处 就这样 大卫一直享受了树林顶峰的祝福 提前拥有了这个 享受了这个祝福的大卫 突然 有一天 哎呀 吓我一跳 嗯 这不是狮子吗 这只狮子 现在想吃我放的小羊呢 大卫看见狮子过来叼走了羊 就打倒了狮子 救活了小羊 大卫从来没有丢过一只羊 这还不是全部呢 又出现了比狮子更可怕的动物 哎呀 吓我一跳 这 这不是熊吗 大卫 大卫 大卫从狮子和熊的口里守护了羊 连一只羊也没有弄丢过 放羊 放羊 虽然是父亲叫大卫做的 但大卫 却将这件事看作是神 交给自己的事情 带着这样的忠心 从来没有弄丢过一只羊 一只羊也没有弄丢过的大卫 后来神呼召了他 确立他为养育全以色列百姓的王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羊圈中将他招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娘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就这样 大卫每天每天不分白天黑夜 默想神的话语 向神献礼拜 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而且他还每天享受了与神相通的祷告奥秘 今天礼拜结束后 我们在顶峰时间准备了像大卫一样 可以享受祷告时间的使命哦 就这样享受了树林顶峰的大卫 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你将高油沉满了脚 去耶稀那儿吧 因为我在他种子之内 预定一个做王的 萨姆尔找耶华所吩咐的 去了耶稀的家 耶稀有好几个儿子 但耶华说 这些儿子中没有他要高为王的人 你还有其他儿子吗 啊 对 还有个最小的 现在在凤阳呢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作息 大卫 虽然比哥哥们年幼 只不过是个放羊的少年 但在神的眼里 他就是今后要做王的人 今天 谢礼拜的Ramond们 虽然你们年龄还小 力气也不大 但在神的眼里 你们是与众不同的 在神的眼里 你们就是今后要救活这个国家 救活世界 救活教会 还有全世界237个国家的主人公 神 已经这样预定好了 野花神对萨姆尔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萨姆尔就用脚里的高油 在他猪胸中高了他 从这日起 野花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卫 后来 大卫就照着神预定的 成为了以色列的王 终于 神的约会 终于被运回来了 当耶花神的约会被运回时 大卫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在神的面前 欢呼雀跃 哉歌哉舞 这就是大卫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这就是大卫的祷告 我住在香百木的宫殿里 但 野花的约会 却在风雨之中 神啊 我要建造 白放约会的顺殿 通过大卫 全以色列百姓 蒙受了建造圣殿的祝福 对吧 Remnant们 能够建造圣殿 是真的蒙受了祝福啊 约会 圣殿 这些 全部都是在 象征着 耶稣基督 都是在 讲述着福音 想着237个国家 想着全世界 见证这福音的圣殿 建造这样的圣殿 这是萨姆尔的心愿 是大卫的心愿 也是神的心愿 无论白天 还是昼夜 整日默想神话语的大卫 享受了礼拜祝福的大卫 时常祷告的大卫 我们也是一样哦 每天默想神的话语 享受礼拜的祝福 像大卫一样 盘灯树林顶峰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大家都 蒙受这样的英云 接下来我们一起唱 我的告白 并把我们准备的奉献献给神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收集我们的心 收集我们的心 收集我们的口 来告白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基督 啊 请你来请进入我的心里 成为主人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基督啊 通过我的生活 通过我的生活 愿你大多荣耀 阿们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你们说是基督 你们说是谁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是基督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收集我们的心 收集我们的口 来告白 主啊你是基督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基督啊 请你来 请进入我的心里 成为主人啊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基督啊 通过我的生活 给你打赏 给你打赏荣耀 阿们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收集我们的心 收集我们的口 来告白 主啊 主啊你是基督 主是基督 使用圣神的儿子了 喜乐蓬蓬顶峰时间 大卫每天拥有了与神相见的顶峰时间 有时候写诗 有时候谈起竖琴,赞美神 神赐给这样的大卫能够救活世上的力量 那么今天就一起来做做大卫的竖琴 来享受赞美神的顶峰时间吧 要准备的物品有箱子、筷子、剪刀、锥子、橡皮筋 以及各种装饰材料 先来装饰一下筷子 接下来我们要将箱子剪成四方形 四方形的长就参考筷子的长度 四方形的宽就参考材质的宽度 剪好四方形后 把上下两边稍微向内折一点 然后贴上你喜欢的材质 为了能放进筷子 在上下两端各钻两个小孔 因为筷子要摆放成八字形 所以上面的两个小孔靠得近一点 下面的两个小孔靠得远一点 用各种材料来装饰一下箱子 把筷子放进钻好的孔里 然后把橡皮筋套上去 今天的作品 大卫的顶峰时间就完成了 谈起树琴 一起来赞美神吧 一定要像大卫一样 每天拥有与神相见的顶峰时间哦 这一周 我们一起来背诵耶稣命令我们的最后使命吧 经文比较长 我们慢慢地一起来读一遍吧 耶稣经文比较长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饼 都赐给我了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给他们施洗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八 十九 二十节话语 阿们 下面有请牧师为奉献祷告 并祝祷结束礼拜 父神啊 用我们今天献上的这小小的奉献 能够建造起 救活二百三十七个国家 医治生病的人 将remnant们 确立为属灵 顶峰的圣殿吧 求神做工 愿所有的remnant们 通过今天的礼拜 拿着十定住的话语 去享受 享受建造圣殿的祝福 耶稣基督的恩典 父神极大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做工 临在像大卫一样 将神的话语刻印在灵魂深处 要救活国家 救活二百三十七个国家 并将成为建造圣殿主角的 所有remnant之上 老师们 父母们之上 从今时直到永远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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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